这变了 看来没调好 这时候的影像在不断的变化 可能对运动员会产生影响 运动员在比赛当中 遇到一些新的东西 不太容易接受 因为在时代有大碍 就是大的方案 或者你突然的这么 大的比赛奥运会拿出来 你没有经过这么试验 那可能大家 这也是运动员的这种思想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漂亮 对抗赛 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欧洲队 在刚刚 这个打了第八盘的时候 就已经战胜了亚洲队 赢了瑞典队之后 紧接着好像在天津大港 就又打了一次 又重来了一下 这年马来西亚的 淘气球当中 瑞典队赢了一次 赢了中国队 所以后来呢 人们对平方 就中国赢中国赢 所以他没有那种兴趣 去关注了 也有人说呢 说那美国这个职业篮球 其实强是好事 所以一个国家说 你平方球强 其实这真是个好事 但是个好事 反而呢就 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马龙在大力上 其实站着一个 干什么 对吧 别人干的 但是我觉得 我说我们运动员就来没错 因为他们一个整体项目的发展来讲 能从国际平年 他应该去考虑去什么 也就像中国平年 现在我们做推广 那么多 能让更多人来参与 把这个项目更多的去影响 包括欧洲 欧洲 包括非洲 也是对乒乓球一个推广 那么去年呢 我们也派出队伍到非洲 现在更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国际平联 还有就是 欧洲的 美洲 欧洲的这些强队 什么德国 不是跑办法 是的 这些年呢 其实对现役的运动员 没不利 尤其对欧洲运动员来不利 中国运动员 但中国相对来讲 我们后辈人才 也就是我们年轻前小度 没错 一个受影响了 另外马上跟上 那欧洲运动员的话 他一个优势前小 他好不容易达到水平 受影响了 他下去了 没人了 他要弱干练以后才可以 这个全世界的普及推广 包括中国这个国家运动员的培训 正好从今天开始 从昨天开始 我们二队 男女二队 在那个南通 的通州基地 进行这个国际 这个共同训练 国际上来了不少运动员 和我们共同训练 这个萨姆索诺夫 你看他这个高球能力非常强 这是球感 手感 控制球 很多球迷都说 说这次这个 这个巴西的 是吧 这有多少个因素 但是马龙肯定是热门人物之一 是的 黄林你对他 他肯定是一个热门人物之一了 没错 那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真正在一四年 明年的一六年的一万五上 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他说到的 你但是状态的调整 包括你的对手 最后会是谁 办决赛和决赛 这些都要你一关一关就 你的意志力顽强 你身体素质好 你的技术也过硬 你的应变能力又好 那么你的冠军概率 其实大家都偶然 为什么有的人 你比如说叮咛 当时哭了 跟那次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有很大 判发 没错 所以你说他没经历过 没错 所以我 所以一个运动员你要 我们说了就是 不管出现什么意外的问题 你去找客观都不对 哪怕你再不合理 但是国际拼联 哪怕下来处罚裁判 但你比赛的结果结束了 对 找不回来的 没错 提早把这些问题都给你想出来 引导运动员 所以他们也就 再花钱去找培练训练 对 这个就 其实真正还是运动员 都是以前的失败过来的 又成长了 所以积累了很多经验 好 现在7比9 三不松能够最局领先 一个是基本技术扎实 第二个是作战经验丰富 你看他没有什么变化 2009年的时候 当时在北京 就是我一直在乐坛体育馆 当时就进行了 多亚的对方赛 水平比较接近 现在呢 就是明显的亚洲要强于欧洲 但是今天呢 由于这个人员的关系 你看亚洲呢 日本队没有来 另外呢 中国队强只能出一个马龙 所以这样呢 目前的是 哦 批一个太漂亮了 看这车打得很巧妙 看大家看 是一个假动作 看假动作 走 突然一下砍一板 三不松也很幽默 他一看来不及了 就是底下来了一脚 你可以看到三不松的手感非常好 高球打起来飘啊 是吧 好的 好几 还真是不错 但是跟马龙比呢 他这个技术显得稍微有点落后 就是从速度和力量方面啊 就明显的弱一起 漂亮 三不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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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领队现在这个运动员在打拼钞的过程中 都回到了各个各个俱乐部 那这时候国家队是不是就这种管理 暂时就中断了 应该说现在他们是属于纪录部管理 但我们国家队的教练员 我们也会根据他们队员的分布的各纪录部 他们会跟踪下去 那么同时国家队呢 平时呢 我们也准备 也有这个教练员集中在一起 开会来研究 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开了一周的会 就对队伍 一个是总结 一个是后面的一些发展 存在一些问题怎么办 我们进行研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一个培训 就我们每年我们现在教练员 要进行培训要学习 去年我们是请了中央胆校的一些老的专家 或者是需要增强的一些老师来跟我们讲 6比5 高调后圈 那现在第九盘呢 打到6比6 而是第三局 所以我们今天 7比7 漂亮 漂亮 你看三分手 那个出手啊 特别稳 手感是好啊 没有马龙快 对的手感真好 天分的运动员 所以他们手感都比较好 我发球 那三分手那么比马龙大12岁 下降了以后呢 你更多的需要力量 要体力 对 而且乒乓就更 最要到大赛的时候 到比赛的时候要什么 要精力高度击中 能高 单向的时候 我们感觉一些运动员打起来很困难 尖向多了 打到后面真打不动啊 累啊 运动员 酸弹打完 打完混酸 好像单打 连周转 对 那两天下来就 作为刘国良 打直板的就比那个横板的精力消耗还大 对 是的 漂亮 总之是不管什么羡慕或做什么事 我觉得你要做好 都必然要付出 要去精益求精 漂亮 的羡慕 对 所以我们平时教练组 平时对我们运动员的这种了解 不仅仅是从这种训练当中去了解 事的时候 我们听的多了以后 我们也会知道他的性格 他真的遇到什么事的时候 他怎么处理 他怎么看的 对他打球都是有影响的 是的 高调 拉起来 连续 也是 这一个海边城市 也是乒乓球的一个 他属于苏州在管 所以应该说江苏省这么多年来 对乒乓球这个贡献是比较大的 是的 他不仅培养了非常多的世界冠军 而且当地也愿意搞几半比赛 成半比赛 因为有很多的观众 所以对冰冠球做出了很大的功能 所以一般想要迎萨姆索诺服 还不太容易 2比6落后 拉起来 反拉 再来两本掌声出来了 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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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好打 其实高确实是非常不好打 没错 越高 那球越犯的越高也不好打 没错 尤其是接近底线的时候 对 所以有的时候人都要跳起来才行 现在两个人在打表演 这两个人在配合 故意往那个角度来 对 然后转回来 转回来 对 绕回来 看 这个有机会了 过来了 好了 再来一下 这样的友好的7分钟比赛结束了 结果马龙是3比1 战胜了萨姆索诺夫 好